专华县拥有得天独厚的风速强度 而且日照时间又长 县府团队就以此为主轴 积极的推动风力发电 以及太阳光电的各项政策 正因为符合时代趋势 而是否现场卫民股就职满三周年 这些个作为也让它的施政满意度大幅提升 而这个数字更是让县府团队有信心 要朝绿能首度的愿景来前进 彰化县政府公布最新的施政满意度调查结果 有半数以上民众相当满意 近七层愿意再支持县长卫民股连任 大幅提升卫县长及县政团队的士气 未来会更积极来推动彰化县各项基础建设与发展 那我相信啊我们县政的推动会做的会越来越好 那我也很感谢乡亲对我们过去三年的 施政的表现的支持 那我们认为我们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努力的空间 我们还是跟县务所有的团队一起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乡亲能够继续来跟我们指导 来跟我们编册 彰化县近年来积极推动各项基础建设 包含现今正在进行的高铁特定区计划案 更是以绿人为推动主轴打造爱护自然永续发展的绿人大县 彰化县拥有得天独厚的风速强度与日照时间长 让县政府进而推动风力发电与太阳光电的各项政策 更是在校园重电政策上获得好评 尤其是我们校园全面重电 我们民调也获得90%支持 那我们发展这个风力发电 也获得我们乡亲的支持 所以我们招商引资 也获得国际的风力发电的外商 能够前来我们彰化县来投资 那我们招商引资的金额也达到了上兆元 彰化县县长魏明鼓也表示 起初乡亲对于绿能发展的概念感到困惑 但经过三年的努力推动下 希望以彰化的优势 用大自然创造全新的彰化 来永续发展成为绿能首都风光大县 记者林轩彰化县采访报道